新世代Hunday Santa Fe已与过往大不相同 更精致质感的外观设计与挫仓铺陈 都让Santa Fe有着LSUV的水准 而日前Hunday也公布一张漆黑车头照 预告即将带来小改车型 而当时从照片中就可以看到小改Santa Fe变得更加帅气有型 卢丁该车外观内装也完整公开 再看过照片后只能说 真的太帅太有质感 首先外观方面 小改Santa Fe将先前带有腰式的水箱护罩改以更宽大方式的设计取代 使其让车头视觉变得更具霸气 而踩梯形的日行灯从头灯贯穿至水箱护罩 引到处有如湿爪般的凶狠气势 此外更紧致的下气霸和加以修改的尾灯 与利落的细条比触 都让Santa Fe质感氛围更上一阶 小改Santa Fe内装也相当令人惊艳 大致格局虽维持以往架构 但却换上12.3寸数位仪表与10.25寸中控荧幕 而下方控台与空调界面也换上一体式设计 台党也改以线传样式 如此一来营造出更豪华的氛围 同时与操作也更加顺手 至于动力部分如先前所说 Santa Fe将会配置Hybrid与Plotin Hybrid 插电使游电系统 带来更更节能的表现 另外也会提供Terrain Mode地形模式 建议带来更多元的地形能力 不过关于数据规格 Handay并未公布 但预计6月底时就会发表 届时就会有更多详细资讯 而欧洲方面则预计9月发表